欢迎来到积极王国 这里是Muse 至今是第十一集 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我们的基地缺少大门和陷阱 所以今天要出去找找 看看有没有可以用的原材料 发现了一个祭祀台 里面有日制火把和骨头 火把没什么用 我们手里面有登陆 骨头可以制作骨棒 打击强度非常不错 我们现在手里就是骨棒 基本上一个哥布林战士 我们三棒子就能干掉 掉了一些金币和棕榈页 金币可以到商人那里购买一些装备 商人就是社长前几期里面遇到的热气球商人 有时候地图上有 但是过一段时间 它就会坐着急后离开 可能去其他道路做生意了吧 地图上海谷里面有不少的小物件 我们可以翻一翻 虽然它们没什么用处 但是可以拿到商人那里卖钱 现在我们位于左半岛的上面 蓝色远点标记的是我们的基地 我们沿着左半岛逆着真行走的 现在我们要去上面探索一下 草地上的小兔子倒是挺多的 之后我们研究一下 怎么做陷阱抓小兔子 上面有个坏掉的小船 过去摸一摸呀 看看里面有什么好东西 哎 里面有一个围巾脚呗 哎 不错呀 又是可以卖钱的好东西 看一下地图 上面已经没有东西了 我们可以去下面看看了 哎 这是石人花吧 长在废弃汽车旁边 小猴子们上去干它 我倒要看看它到底有多少能耐 这血量也太厚了吧 两只小猴子打了一圈才掉了一点 哎 我们不得不上去支援了 我去 这大嘴舔了我一口呀 还是挺疼的 我们要小心一点 OK 终于打败了石人花 老费劲了 我们急急汪国举国之力 费了好多血才围剿掉它呀 看来我们的武器要淘汰了 之后可能要更新一波武器了 背包倒是满了 正好这有一个木箱 我们把背包里面 不怎么用的东西转移过去 然后 嘿嘿 把箱子交给我们的小事 让它举着就好呀 辛苦小事给我们运送物资 哎 之后不用和我们一起参加战斗了 来到右半岛这边探索一下 这应该是几天前打的羚羊肉 一直没有捡呢 那这边有很多的地窖 有几只小猴子都是从里面救出来的 五只小猴子就满园了 岛上没有其他的地窖了 发现了一个大包箱 哎 里面有很多的大肉棒啊 还有一点金币 东西都很不错 我们把包里面东西转移到箱子里面呀 我看到哥布林过来了 准备战斗了 赶快把东西整理好 哎 好了好了 快跑快跑 哎呦 又吃了一棒子 疼死我了 很迷啊 每次第一次击中后呢 第二次就立马扭头甩棒子 根本打不到哥布林 游戏在这方面还是有点问题的 终于解决掉他们了 得到了不少的金币啊 我们继续往上面走 上面居然还有一个哥布林弓箭手 哎 挺佩服他的勇气的 面对那么多的敌人还敢坚持战斗啊 哎 看我们发现了什么好东西 这不是板凳吗 还可以坐下呀 哎 这只是有点像是在蹲马桶 又有哥布林了 小猴子们准备战斗了 幸好我们机智地躲开了一胡头 哈哈 哥布林被全殴得太惨了 哎 说自己快被打烂了 就在我们对战哥布林战施的同时 下面的哥布林弓箭手 在敲咪咪的偷袭我们啊 太可恶了 哎 哥布林居然还会使用战术 哎 又发现了一个大宝箱 哎 赶紧撬开 看看里面都有什么好东西啊 垃圾 都是垃圾 没什么好东西 哎 往回走吧 下面有个哥布林 走 小猴子们 干它 我上去就是一个滑踩 一下两下 三下 掉出来点食物和金币 嗯 又发现了一个宝箱呀 哎 这一小片是什么呀 玻璃片 哎 这有什么用处呀 回去研究研究 我们就直接回家吧 时间已经不早了 天已经快亮了 应该是解锁了什么工具啊 我们来看一下 打开一下设计图 哎 最下面几个 解锁了沙伦 可以用来磨砺工具 哎 锻造炉已经有了 炼金工作台还没有 哎 它可以转换金属块 哇 这个牛 这个太牛了 需要玄武岩硬木板和玻璃片 玄武岩和硬木板 我们暂时没有啊 玻璃片倒是还有 先把它的位置规划一下 之后慢慢攒原材料来合成机器 沙伦就放在这旁边吧 然后我们把下面的大门给堵上 哎 本以为大门很快就能按上 结果发现了十几天了 还是没找到钢铁 哎 太尴尬了 然后我们把沙伦 左边的墙上开个大门吧 这样呢就能很快的进去合成东西 好的 整个基地的基本布局 已经非常完善了 之后我们想办法装修一下吧 那 集集汪国建国第十一天 今天我们把整个小岛的哥布林 全部消灭掉了 暂时还不知道哪里可以挖矿 热气球商人还没来到呀 我们需要到他那边看看有没有材料 不过我们已经解锁了小船 相信不久后呢 就可以出海去其他岛屿了 但是呢 还有一个问题 大门到底该怎么造出来呀